第831章 破降 与此同时 刺耳的警报声从密特拉空间站得骤然乍响 瞬息间 探测屏幕上一片赤红色 随着电波的扩散和反射 原本空空荡荡的屏幕上 骤然出现了无数细碎的光点 这是什么 站长瞪大眼睛 导弹 不 比导弹小很多 材质分析已经出来了 等等 铁 镍合归 观测员斜眼看向右上方的报告 难以置信 这是陨石 小型陨石群落 那一瞬间 整个密特拉陡然剧烈地震战了一瞬 太阳能电池板 B4列失去信号 紧接着 循环舱冲击警报 在那之前 紧急避难的程序就已经启动了 无数人匆忙奔走之中 站长回头 奋力咆哮 立场 立场发生气呢 因为空降弹射的原因 暂时关闭了 操作员脸色惨白 还在预热中 站长 5秒钟 只要5秒钟 5秒钟 鬼知道5秒钟会发生什么 而现在至关重要的问题是 空降舱怎么办 在屏幕的显示上 密特拉的服务器 已经瞬间计算出 陨石群的轨道和规模 和其他陨石没有什么区别 被月球的引力所捕获之后 正在向着月球靠拢 预计将在环绕一周之后 坠入城海地区 但问题是 在之前 雷达为什么没有提醒 一直到5公里之外才有反应 5公里 对于地球上的人 认知可能很遥远 但对于太空中的反应时间来说 就已经是近在咫尺 迫在眉睫 密特拉空间站 只不过是处于 陨石群轨道的边缘 而向下投出的空降舱 瞬间 服务器计算完毕 空降舱 如今已经阻拦在了 陨石群的轨道前方 怀师先生 怀师先生 能够听见吗 请回话 站长扯着通讯器 不断地重复 紧急情况 请立即启动辅助推流引擎 请立刻进行规避 无人回应 站长回头 看向通讯管理者 管理者摇头 下降过程之中 有电波干扰 没办法进行远程操作 剧烈的震荡里 整个环形的空间站像 是与打的荷叶一样 不断地颤动着 无数脱落的太阳能电池板 飞翔在漆黑的真空里 悄无声息 像是从视身舌上 脱离的鳞片一样 很快 在学者的控制之下 一层透明的赤粒防护 就已经笼罩在空间站之上 令虚空中不断地 迸发出 炫目的光斑和涟漪 那都是来自铁石的冲击 我们必须拉伸高度 密特拉空间站的目标太大了 观测员回头报告 长官 我们必须紧急避险 站长沉默了片刻 艰难地闭上了眼睛 在胸前画了一个 墨丘利的圣灰 祈祷怀尸的平安无事 那一瞬间 16个引擎喷口 同时迸发火光 推举着墨丘利空间站 向着轨道 更高处开始爬升 而更多无声飞来的陨石之雨 已经冲入了环跃轨道之中 摄像头的观测中 空降舱剧烈地震战着 忽然之间爆出一团火光 天旋地转 怀石眼前一黑 紧接着就感受到了剧烈的震荡 就像是被人猛然打了一拳 那样的患痛从驱窍之内泛起 那不是错觉 而是来自极异的共鸣 当死亡预感浮现的第一个瞬间 他甚至以为是罗马人 想要在空降舱上炸死自己 可当随着共鸣 极异扩散 将整个空降舱都纳入感知之后 他就察觉到 源源不断降临地 在空降舱上的冲击 刺耳的警报音里 他眼前一片闪烁的星红 眼内出血 就像是漂浮在黑暗的空中 被无数敌人袭击一样 并不需要用如何庞大的体积去冲撞 那漫长太空之旅中所积蓄的势能 足以让细小的陨石破坏一切 就算是为止骨节大小的陨石 也会给空降舱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 可这特娘的究竟是什么鬼 怀石连人带狗都不好了 啥玩意儿啊 咋回事儿啊 怎么忽然之间就出问题了 这一路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难道是密特拉空间站的气韵厚重 自己刻不死 但这个空降舱的出场日期不太行 八字不够硬 究竟有多小的几率 才会遇到这么狗屎的事情 要知道 地球之外的宇宙 99.99%以上 甚至可以延续到小数点后的 数十位上百位的空间里 都是不存在任何物质的 茫茫宇宙虚空里 一座空降舱和陨石群相遇 简直是比连中十次体育彩票投奖 都要夸张的概率 这还是在考虑到体育彩票 是永远没有人能够中头奖的前提之下 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万幸的是 在无数电波干扰的杂音中 他听见了来自空间站的模糊声音 请 画 辅助 引擎 在顾不上按照说明书操作 怀石抬手 奋力砸在身旁唯一一个按钮上 但是却没有任何用 与此同时 整个空头舱再度一阵 怀石的血液瞬间涌上头顶 只看到头顶的舱盖 在瞬间消失了 像是被刀劈出了一道惨烈的缝隙 在又一颗陨石的冲撞之下 惨遭重创 紧接着 整个缩形的空头舱 剧烈旋转起来 操作程序的警报声 再度从频道里响起 就好像战斗机失速了一样 怀石也不知道 这究竟该用什么专业的术语去讲 可在他新沉入谷底的瞬间 就听见同姬的叹息 一瞬间 重燃希望 同姬救我啊 傻仔 这时候 喊我有用吗 同姬越发无奈 姐姐我也不会开这玩意儿啊 那你叹气个什么劲儿 我就是在看 你究竟什么时候能想得起来 同姬轻叹 怀石都快急死了 想起来什么 同姬翻了个白眼 当然是想起来 奥西里斯的总控 智能就揣在你裤兜里啊 那一瞬间 怀石如萌大赦 疯狂地摸索着 被挂在最外面的马鞍包 把里面早已经 急不可耐的银王抽出来 别辣 梦快辣我一把 嘻嘟嘻 渣男 钢铁之书里 别西补催了一口 用的时候叫人家小青青 没用的时候 就把人家赛库兜里 还特么断了 WiFi 可话虽然如此 但这种危急关头 别西补却没有时间去摩扬宫 钢铁之书出现的瞬间 就自行解离 无数线缆和插头 从书页之间飞出 见缝插针地 刺入了整个空降舱的 每一个角落里 不到一个弹纸 一切系统竟在掌控之中 再然后 疯狂地抽取着 怀石的原汁和原汁补给 强行修补 唤醒了引擎系统之后 喷出了炽热的火光 在无数飞射的陨石中 宛如残花败柳一样 被风吹雨打的空降舱 骤然一阵 引擎启动 庞大的推力凭空迸发 迅速地推着怀石 向着大地扑出 可无数陨石的冲击之下 空降舱的外壳不断地剥落 火花飞泵里 剧烈地旋转 哪怕逃出了正面轨道 可是在渔波的袭击之下 依旧难以把控自己的轨迹 终究是太晚了 条件有所局限 倘若这是一艘航天飞机 别稀补能开着它 在陨石群里玩飘移 可一个燃料有限的空降舱 实在没有什么 表现技术的余地 只能勉力维持 那一瞬间 怀石从破碎的顶端裂口中 窥见了月球的表面 幻觉那样 好像看到了涟漪在海中 扩散那样 那一片永恒的银白中 浮现出一道道深邃的波浪 紧接着 无数灰白色的月尘腾空而起 被无形的力量拉扯着 汇聚 到最后 竟然形成了一只 栩栩如生的巨大手掌 五指展开 好像还戴着戒指一样 摇摇对准了空降舱的所在 五指在虚空中勾勒 留下了原置的轨迹 那是瞬间展开的炼金矩阵 瞬息间 无形的引力迸发 拉扯着空降舱 投向它的掌心 而微微旋转的为止 则飞出一道道光芒 逆着重力 向着太空飞出 将冲向空降舱的大块陨石 一一击碎 接引着 接引着空降舱 落向掌心之中 有人出手了 可当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近 怀石还来不及松口气 就看到 一颗鞋子里飞来的陨石 砸在了 它食指的指尖 令那一根手指 顿时歪曲折断 落入掌中的空降舱 竟然漏了出去 带着俯冲而下的恐怖势能 砸向了亘古寂静的月球表面 彗星状大跌 而就在那最后的一瞬 别西部的书液剧烈反转 令奥西里斯的庞大虚影笼罩在千疮百孔的空降舱之上 无数个虚幻的引擎喷口 对准眼前的大地 幻觉一般的红光迸发 地狱歼灭击装所残存的力量 只维持了一瞬 消去了绝大部分的惯性 紧接着 空降舱就翻滚着落向了地面 剧烈弹跳着 爆出火光 支离破碎 洒下遍地残骸 橙黄色的缓冲气电球 从里面翻滚出来 被割裂了 蜂窝状内层裸露出来 从其中滑出 踏在一心的大地上 怀尸艰难地翻了个身 躺在飞舞的月尘之间 看到了永恒漆黑的太空 还有挂在太阳下面的湛蓝星球 在空降舱纯氧泄露的警报里 怀尸忍不住想要掀开面罩 抽根烟压压惊 他还活着 可是却有人想要他死 为什么 第832章 有意的小狗 别慌 此刻 怀尸躺在月球大地上 仰望着地球 自言自语 脑子里嗡嗡作响 眼前视线一片昏黑 有可能是那出血 但是没有关系 先来做个总结 你 怀尸 男 18岁半 一个闲着没事 在单波钓鱼练功的快乐青年 忽然收到邀请 去往赫里俄司工房 就这样 你去了罗马 见了朋友 带着狗上了天 来到空间站 偏偏遇上了几十年 没有一次的越狱 需要迫降 然后呢 又遇到了几千年 都碰不上一次的陨石欲撞击 几乎和空降舱 一起砸在地面上 变成废铁包肉泥 毋庸置疑 这绝对不是巧合 是有人想要杀了你 童鸡直接一步到位 替他说出了结论 我觉得 和纯粹的巧合相比 这个可能反而更让人信服一些 没有其他的可能了吗 怀尸反问 往好处想 说不定是你特别倒霉呢 对吧 童鸡笑了起来 可你哪次倒霉的时候 不是一不小心 踩进了别人的陷阱里去 怀尸抬起手 用力地拍了一下 自己圆滚滚的面罩 满心悲愤 老子在陷阱 有人要搞自己 去了地狱 有人搞自己 都特没上了天了 怎么还有人 他娘的搞自己呢 图啥 怀尸想要 扶着下巴思考 可是隔着面罩 却摸不到 这一次用不着同机 他自己就顺利地得出结论 毋庸置疑 有人不希望自己 到达赫里俄斯攻防 有人希望自己 路上出一点意外 如果实在不行 死了也没关系 倘若怀尸安心 待在密特拉空间站 等待月球管理委员会的 起降许可 那么 未必就会遭遇这些麻烦 而一旦离开了空间站 就立刻遭遇了死亡的危机 可为什么 他在旁边升空的时候 就没有遇到问题 要杀他的话 那时候反而更加方便吧 在升空的时候 稍微出那么一点小毛病 怀尸就会在燃料爆炸中 死无葬身之地 或许 是因为那时候 还在陷阱核心 不便做手脚 还是说 距离太远 实在鞭长莫及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杀自己的人 很有可能 现在就在月球上 自己还没有脱离危险阶段 以及 我狗呢 怀尸终于想起来 猛然起身 环顾起四周荒芜的地面 可千万别出什么事 否则有意的小狗 就要埋葬在月球了 然后 他就看到 一条狗从不远处爬起身 慢悠悠地走向了 空降仓的残骸 自顾自地拱着脑袋 在破碎的矿体中翻着起来 怀尸甚至来不及让他回来 在远处 空降仓的残骸 骤然蹦出一缕火花 点燃了急速泄露的氧气 炽热的火光 立刻便升腾而起 随着真空中消散的气浪 一同吹向四面八方 吹得怀尸心里拔凉 完了 有意的小狗死了 还没等他双手合十 希望狗没事 他就看到烈火一阵舞动 迅速向着 两侧排开 宛如王者归来那样 一只昂首提胸的哈士奇 从其中走出 毛发没有丝毫紊乱 精神异议 甚至他娘的 甩掉了破碎的头罩 就在真空里 咧嘴哈着气 嫌弃地撇着面前 目瞪口呆的怀尸 活蹦乱跳 根本就没有一般生物 在真空里的痛苦惊乱 甚至还打了个喷嚏 甩着口水 跟没事一样 充其量 只不过是闻不到味道 有些不习惯而已 这是什么超级生物 怀尸绕着破狗转了三圈 左看右看 抬起手挠不到头 他才发现 自己竟然真的不如一条狗 然后那狗装够了逼之后 终于低下头 张嘴把从空降 苍残海里叼出来的东西 丢到怀尸的脚边 又抬起头怜悯地瞥了他一眼 一副没有我 你可怎么办啊地嘲弄神情 怀尸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弯腰将那个东西捡起来 发现是刚刚动荡中 被自己甩出去的东西 赫丽俄斯工坊所给予的信标铁球 现在 那个东西竟然自行运转起来 一阵发烫 层层嵌套的繁复结构自行展开 有一束光影从其中浮现 勾勒出一个老人的模糊投影 渐渐清晰 展露出刚毅而素冷的面孔 抬起眼瞳 看向他 加兰德翁 怀尸下意识地挺直了身体 紧接着 一个陌生的声音 直接从他的灵魂中响起 还活着吗 老人汗手 似是松了一口气 而怀尸回忆起 刚刚那一只月城汇聚而成的白银巨手 顿时恍然 刚刚出手的是您 作为炼金术中 精通转化学 原制学 和荣和学的大宗师 竟然在月球的大地上 相隔如此遥远的距离 对自己施加援手 这一份造诣 已经到了神乎奇迹的程度 令人惊叹 不愧是大宗师 不必感谢我 是密特拉空间站的站长联系了我 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加兰德翁告诉他 终究没能派上什么用场 但你能够平安无事就好 在短暂的沟通之后 怀尸总算对接上了 开普勒基地的频道 遗憾的是 由于这一波冲击造成的意外 虽然成功降落在了地面上 但距离预定的位置 却偏离了200公里之上 落在了无人区里 他要误点了 不必担心 加兰德翁说 我已经通报了 开普勒基地的管理人员 搜救队正在前往你们那边 不 用不着搜救队 怀尸想了一下 认真的说 我会在起飞之前 抵达开普勒谷口基地 不会有任何意外发生 加兰德先生 他说 不会有任何意外 老人似是愣了一下 神情严肃起来 不要逞强 头盔之下 怀尸微笑起来 短暂的沉默之后 加兰德翁似是明白了什么 汗手 那么 在预定的起飞时间到来之前 我会等你的 他说 希望你赶来 通讯断绝 光束收缩 回到了迅速合拢的信标之中 被怀尸丢进了口袋里 好 现在大话放完了 该考虑考虑如何实现了 隔着头盔 别细部察觉到了 他危险的目光 顿时钢铁树叶 哆嗦了一下 没有了 没有了 真的一滴都没有了 你就算是 让我给你变 我也什么都变不出来了 开玩笑 刚刚召唤奥西里斯的残影 就已经快把怀尸 所有原汁都榨干了 况且 也没有个实体 就跟拿着飞机设计图 就指望飞上天一样 根本不现实 瞧你说的 好像我强迫了你什么一样 怀尸一脸遭人误解之后的无奈 忍不住长谈 呵呵 我还不知道你 别细部的封面上 浮现出一个翻白眼的言文字 友情提示 大兄弟 你氧气还剩下三个钟头 要不咱就别造了 乖乖呼叫救援 不比什么都省心吗 放心 我已经有主意了 怀尸低头 环顾着四周 开动了自己的小脑筋 寻找着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 嗯 东西散了一地的工具箱 一大堆线缆 然后 找到了一根铁棍 从空降舱的残骸中 翻找到了三个用来滑行的空降舱轮子 以及一个用途未知 但已经完全扭曲了的框架 以及一块足够大的铁板 再凑齐了两根焊条 和一把焊枪之后 怀尸回头 看向垃圾堆里活蹦乱跳撒欢的狗 露出了前所未见的柔和笑容 来 狗哥 他将线缆做成的索套藏在身后 柔声呼唤 有个好东西 给你扛一扛 我们就不该等那个天文会的打手 休息室里 裹着毛毯的中年男人愤然说道 月球上已经不再安全了 我们应该立刻起飞才对 否则的话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够了 拉杰尔 沙发上抽雪茄的男人说 这是加兰德翁的决定 你可以质疑 但必须服从 拉杰尔的神情僵硬了一下 旋即越发的阴沉 你们就根本没有遭遇过袭击 当然不需要的安心 你们觉得 我是在说梦话 对不对 放松点 拉杰尔 抽雪茄的男人叹息 放心 在这里你是安全的 拉杰尔冷笑了一声 还想要反唇相击 可到最后 终究没有说什么 低声地嘟弄了一句之后 闭上眼睛 在他腹部的绷带上 已经没有血色在渗出了 而在他后面 手术室的门上 依旧亮着红光 正在进行紧急手术 除了怀尸之外 共计有六名炼金术师 遭遇了未知的袭击 幸存者两人 地震 空气泄漏 毒物 乃至陨石 一切都像是意外一样 除此之外 其他人到来的路上 或多或少的 都遇到了异常事件 就好像所有人都被诅咒了一般 所有人身上都遭遇了意外 而令人不安的是 炼金术造诣越是高深的人 所遭遇的意外 就越是危险 包括正在其中的 大宗师加兰德 就在休息室之外 单独的隔离间内 恐怖的高温四溢 令其中化为了熔炉 迅速运转的透析机 也无法排除那高热 几乎快要焚烧殆尽 可是骨架却被奇迹所维持着 未曾泯灭 将一滴一滴的热血过滤之后 重新传输回 那一具苍老的躯壳中 靠椅之上 加兰德眼眸低垂 像是睡着了一样 唯有熔岩一样的血液 无声流淌 第833章 意外 血热症 炼金术师们 如此称呼这样的症状 大量地域沉淀和深渊精髓 在体内沉淀之后 所引发的炼氏反应 在常年累月和奇迹 与灾厄的接触之中 点点滴滴渗入体内的炼金之毒 过于庞大的奇迹和灾厄 平移其中 一旦进入躁动期 原质就会迅速分裂 干涉躯壳 产生恐怖的高热 这是来自于熔火的钟爱 患病的炼金术师 反而会以此为荣 倘若不在此道上前行过深 倘若不能锻造出 最纯粹的奇迹和灾厄 是绝对无法有如此深厚的业果 这并不是无法压制和缓解的症状 对于加兰德翁而言 更是如此 唯独时机偏偏不对 在如此尴尬的关节 既不能换血 也不能以营觉冷却 在月球表面的环境里 如今的加兰德翁 只能勉力克制 通过透吸 将体内的高热 以最快的速度发散 然后再注入药剂 以物理的方式 将这一份高热冻结冷却 当半个小时之后 老人从融化的座椅上起身时 身上已经再无任何灼热的气息 反而散发着一阵阵刺骨的阴寒 双眸化作了冻结的纯白 当门被推开时 休息室里的炒成一团的炼金术师们 终于冷静了下来 字面意义上的 在寒冷中安静下来 寒意逼人 焦躁的炼金术师里 有人开口说道 大宗师 我们必须立刻启程啊 再拖下去 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 加兰德翁撑着手杖 缓步向前 只是淡然地说 还有人没有到 所有人不都在这里了吗 一个红发的炼金术师 起身反驳道 我们究竟 要拖延到什么时候 只为了等一个持道者 拉格纳 瑟瓦尔德森 罗马传世攻防 银之碑的炼金术师 这个满面胡须的中年男人 长着一头字面意义上的红发 鲜红如火 发丝中带着 丝丝缕游走的星红 更令人在意的 是他的独眼 在失去左眼之后 他的右眼就变得诡异而吓人 瞳孔毫无规律在眼眶里游走着 阴冷又漠然 万事万物 都在那一只眼瞳的映照之下 展露真容 包括他面前的大宗师 加兰德 老人在他的眼中 就像是一尊沐浴着容颜的庄严骷髅 头戴着三重王冠 手握着三叉交错的螺旋状权杖 威严而争鸣 那正是抛去衰弱的表象之后 加兰德真正的姿态 造化自身的奇迹和灾恶之行 真实之眼 这是北欧普系所独有的技术 仿效曾经全知的大神奥丁 而进行的仪式 在地狱中倒旋七个日夜 向深渊献上自己的一只眼睛 和全部的视觉 所得到的异化感知 这同样是炼金术中的秘遗 可牺牲不会总有回报 能够成功者寥寥无几 也同样是他胆敢质疑大宗师的资本 他距离那一道界限并不遥远 还没有到出发的时间 拉格纳 加兰德平静看了他一眼 将每一个受邀的炼金术师 送往赫里厄斯 这是我的职责 一个天文会的刽子手 单拨的英雄 哈 他与炼金术又有什么剑术 拉格纳吃笑 如果需要没脑子的打手的话 这里难道还不够多吗 拉格纳 注意你的言辞 有嘶哑的声音响起 像是铁片摩擦一样 那么尖锐 刺痛了人的耳膜 角落的窗前 依着一只长杖的魁梧男人回过头 他不像是这里 其他的炼金术师一样的装扮 而是穿着宝金沧桑的皮夹克 和牛仔裤 腰间插着一笔猎刀 双眸中迸射出一阵寒光 不折不扣的杀意涌现 他一字一顿地警告道 人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那是早在十年之前 就已经同拉格纳结仇的 俄联金属学大师 瓦列里 乌加罗夫 拉格纳咧嘴一笑 正准备反唇相击 可加兰德温忽然踏前一步 苍白的眼眸向着他看过来 冰冷地意味 令他的笑容僵硬了一瞬 旋即 便有幸灾乐祸的大笑 从人群中响起 他来不了了 是拉格尔 手捧着迎镜的炼金术师咧嘴 漠然地嘲弄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在迎镜的窥探之下 上百公里之外的原汁波动 投影而至 那剧烈的变动 令在场所有人 都一阵心惊肉跳 不知道如何惨烈地厮杀 才会造就这样的余波 在旁边 抽雪茄的年轻男人 眉头微微一皱 但没有说话 可紧接着 他动作一致 面色骤变 整个人像是抹油了一样 从沙发上滑下来 几乎变成一道残影 瞬间出现在了 加兰德温的身后 所有人瞬间警觉 伊兹你在搞什么鬼 可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加兰德温的手杖 骤然向着地面顿落 低沉的声音里 繁复的炼金蜜仪 自那一只手杖之上浮现 一缕灿烂的灰光 从手杖之上浮现 照亮了所有人的眼瞳 那是炼金术中最知名 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成果 点石成金 瞬息间 璀璨的金色扩散 几乎将整个休息室 都笼罩在其中 可比它更快的 是爆炸的火光 简直是百年难逢的意外 来自水循环系统的 一个小小的疏漏 导致了渗水现象 低温动裂了线缆橡胶 在水分的干涉下 引发了短路 一重重连锁反应之下 一名正在添加燃料的技工被点燃 最终 引发了席卷了大半个基地的爆炸 恐怖的气压和温度 瞬间从休息室之外扩散而来 摧垮了墙壁 涌入了房间 哪怕是变化的黄金 都没有能够完全拦截住飞驰的破片 可有了加兰德翁所争取的时机 所有炼金术师 都启动了身上保命的边境遗物 重重光滑 飞舞的金属 或者是冰冷的液体水流慢卷 挡住了首当其冲的高温冲击 可爆炸的巨响和苍板破碎的哀鸣 混杂在了一处 转瞬间 休息室最外层的苍板 被撕裂成粉碎 真空无止境地抽取着稀薄的空气 形成暴风 拉扯着所有人 随着火光一同飞出室外 可怕的低温和窒息 乃至气压的变化袭来 好几个炼金术师在地上翻滚 来不及爬起 就爬在了月晨之中 艰难地呕出血液 太阳为父 月亮为母 从风孕育 从地养护 低沉的银颂 从迅速稀薄的空气中响起 紧接着四大要素的象征涌现 交织 在这月的表面 太阳的映照之下 狂风的吹拂 和月晨的舞动力 炼金术在瞬间完成 自加兰德翁的手中 无形地忽悠自他的脚下扩散 瞬间笼罩了 大半个燃烧爆炸的研究基地 为他们带来一缕 珍贵的氧气和防护 降下赐福 直到现在 还有人未曾反应过来 自己遭遇了什么 所有人都狼狈不堪 只有反应最为灵敏的一姿 毫发无伤 甚至嘴角还叼着雪茄 拍了掉落在衣领上的铁灰之后 他才露出后怕的神色 还有的已经在气压的剧烈变化之下 剧烈地咳血了 甚至失去了意识 因为月面作业充满危险 类似的防范和补救制度相当齐全 很快 在基地研究人员的组织之下 搜救队伍就开始迅速地 开始搜寻幸存者 几位失去意识的炼金术师 纷纷被送进临时改造的作业车内进行手术 而剩下的人也都换上了宇航服 除了大宗师之外 全都裹进了厚重的防护里 饶事如此 依旧不断有意外出现 拉格纳的宇航服竟然有一个破洞 而瓦列里的宇航服在爆炸中受到冲击 释放出的竟然是纯氧 倘若不是细心检查过 都完全发现不了 面如吐色的站长 一再向众人保证自己已经检查过了 昨天例行的安全检查 也是他亲自带队 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除了脾气暴躁的拉格纳还在怒斥之外 其他人的神情顿时阴沉起来 毫无疑问 这是诅咒 灾厄级的诅咒 针对在场所有炼金术师的诅咒 抱歉 我受不了了 我退出 有一个年轻一点的炼金术师后退了几步 面如吐色的说 违背契约的代价我会支付的 但我不能忍受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说着 他从随身的材料囊中取出了一件边境遗物 虽然心痛依旧咬牙上胶 但迦兰德翁没有收下 违约的代价由石府学会支付 发生这种事情是石府学会的责任 迦兰德翁看了他一眼 严肃地说道 但你的资格要转让出来 没问题吗 年轻人点头 很快 迦兰德汉手 从他手中取过了信武 交给了身后一名弟子 退出者匆匆离去 还有人想要退出的 我不阻拦 条件还是同刚才一样 迦兰德说 还有人吗 起飞时间就要到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 直到最后 一共有四个人退出 而这四个人的名额 则由迦兰德翁的弟子代替 三十人的数额没有减少 但肉眼可见的气氛低迷 就助力在冰冷的月球表面上 凝视着前方残骸里 不断冒出又熄灭火光 所有人的脸色阴晴不定 明明裹着厚重的宇航服 依旧感受到 外太空的深邃寒意 一点一点的渗入骨子里 让人忍不住想要打哆嗦 呼吸失衡 就在这寂静里 频道中 却有断断续续的细碎声音响起 夹杂着电流 就好像信号不良一样 渐渐清晰 于是 破碎的口哨声渐渐地弥合 欢快地曲调在电流声里 回荡在所有人的耳边 像是来自远方的嘲弄一样 令所有人的脸色阴沉下来 谁他妈的在吹口哨 瓦猎里暴怒的咆哮 就他妈不能把嘴闭上吗 这种时候 还开公共卖吹口哨 不是没脑子 就是没良心 可公共频道里的口哨声没有任何停止 反而越发地清晰 越发地欢快 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好像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快乐那样 在口哨的间隙里 甚至还有人愉快地放声歌唱 叮叮当 叮叮当 灵儿响叮当 我们多快乐啊 我们坐在雪橇上 死机里 只有歌声回荡 所有人面面相去地环顾着四周 终于察觉到 远方地平线上 渐渐放大和浮现的踪影 无数银白色的月尘在冲击之下 飞扬而起 就好像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一样 飘扬在低重力的真空中 如此的美丽 在一只巨大的犬型生物的牵扯之下 线缆揉搓成的绳索崩直了 粗糙汉街的雪橇滚滚向前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简直就像是一辆 及时在月面之上的火车 满载着沉甸甸的礼物 坐在车头上 那一个鲜红色的身影 正在愉快地放声高歌 就这样 穿过了千万年 未曾有人踏过的沉寂大地 它飘移 它加速 它甩尾 它还原地转了两圈 它高兴了 甚至还要开一截倒车 那是 什么 拉格纳甚至想要掀开面罩 揉一揉眼睛 干涩地问 圣诞老人 寂静里 无人回应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见证着 这最深沉的噩梦里 都未曾见到过的奇景 就在月球的大地上 一个穿着鲜红色羽航服的人 坐在简陋的三轮雪橇 抓着缰绳 在一只巨犬的拉扯之下 急驰 放声高歌 那只狗甚至还在真空里甩着舌头 一脸兴奋 就好像一点难受都没有 而且还爽得不行 当它的口水落在地上 就冻结成晶莹的双花 无数闪烁的月尘飞扬而起时 就宛如废土童话里的圣诞老人 降临在这里 冲破大风雪 它坐在雪橇上 奔驰过田野 欢笑又歌唱 笑声悠长 直到最后 那一架雪橇 在它们面前 一个漂亮的甩尾停了下来 不好意思 我这是迟到了吗 驾驶者从上面跳下来 拍着脑袋 端向着眼前的 依旧在燃烧和爆炸的 开普勒基地 还有分成两列的人影 愣了一下 好像受宠若惊一样 哇 竟然列队欢迎 还准备了篝火晚会 怀 圣诞老人 诗好奇地探问 师傅学会 这么热情的吗 寂静 漫长的寂静里 无人回应 第834章 来人 为公子吃饼 十分钟后 怀师蹲在燃烧的基地旁边 终于捋清楚 发生了什么 炸了 他难以置信 对 基地站长神情惨痛 炸了 那你们的餐厅呢 怀师着急地追问 就是那个做月球飞饼 很有名的餐厅呢 没了 基地站长的神情 越发地悲痛起来 厨师都死了 怀师怒了 你们这破旅行团 是不是有问题 开普勒基地还没见到 就没了 那么大一个基地 还有月球十大著名餐厅 就这么给炸了 来的时候 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航天飞机和密特拉空间站 不都好好的吗 怎么一进月球轨道 就立马不一样了 好好做一个 空降舱都能碰上流行语 落地上好不容易赶上时间 结果开普勒基地就没了 更重要的是 他可怎么跟破狗交代啊 你让我怎么跟狗解释 对不起 说好的餐厅没了 飞饼没了 你这一趟雪橇白拉了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怀尸隔着面罩捂住脸 感受到了惨痛的未来 雪橇旁边的狗 已经等怀尸许诺的飞饼 等得不耐烦了 正在拿雪橇的框架磨牙 真空里听不见 嘎嘣嘎嘣的声音 只看到火花飞泵 照亮了堆积在雪橇后面的尸体 分外惊悚 这就是圣诞老人带来的礼物 路上遇到的 袭击者们的尸体 只可惜 每一张冻结在极寒中的面孔 都一模一样 毫无任何区别 炼金术师们在检查完毕之后 都纷纷陷入了沉默 全部都是人造人 而且是版本最为常见 制作方式最为普通的那种 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 而在怀尸尖头 无人察觉的乌鸦幻影 端向着所有人的模样 渐渐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哈哈 有意思起来啊 童鸡轻声笑了起来 这个诅咒可太有新意了 原来如此 诅咒 怀尸问 对啊 还不明白吗傻仔 童鸡说 在这里的所有人 确切地说 是前往赫里俄斯攻防的人 都被人诅咒咒 怀尸愣了一下 咒起眉 察觉到了不对 自己作为一台自身的 负能量喷气式火箭 按道理来说 应该对这些东西 十分敏锐的才对 而且 一切落在自己身上的诅咒 基本上都会被他的神性反弹 甚至他现在身上 还多了一节毁灭要素的 衍生组织呢 虽然不吉利 但可以说命 越发的硬了 什么样的八字 能刻的倒塌 况且 别忘了命运之书这玩意儿 十倍反弹有没有听说过 这么做的人 只会死得惨不忍睹 以及 为什么自己毫无察觉 很简单啊 怀尸 诅咒 只是他的表现形式和结果而已 简直是别出心裁 哈哈哈哈 不 应该说 为了达到手段 不择目的 最后反而用高射炮来打蚊子吧 同吉在观察了 所有的炼金术师之后 已经明了了这一切 因为他作用的主体 并不是单独的个体 而是他们所见到的这一切 简单来说 是整个月球的表面 一直向上延伸到了轨道层为止 有人在暗中 架设了一个范围庞大到 足以覆盖整个月球的秘移 一切进入其中的人 不 为了避免范围太大 引发出更多的征兆 同时 为了节省力量 秘移的主持者 缩小了针对的范围 只是针对了所有炼金术师 所有持有赫里俄斯攻防的信标的人 因为秘移太过庞大 导致其分摊到了每一个部分的力量 厚重的宇航服 每一个炼金术师都没有察觉到 缠绕在自己周围的那些细小迹象 他们都没有发现 月球对自己的恶意 这才是同级感慨 简直是用高射炮打蚊子一样的原因 扇不过来 我就过去 如果没有办法让太阳绕着地球转 那么让地球绕着太阳转不也一样吗 并没有让人主动踩进坑里 而是将坑挪到了人的脚下 有了如此的造诣和能力 几乎就能够影响月球的运转了 而它 却只是将环境推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并没有从命运本身着手 而是精妙地操纵了概率 将一切都倒入了不幸的那一方 就好像将奇迹转化为了灾厄 一切幸运在发生之前 就会转化为等量的不幸 而等量的不幸 却会和等量的不幸叠加 不会有任何好事发生 而意外则频繁地出现 这可不是花个几千块 从卡池里抽不出五星角色 那么轻描淡写的程度 在这一片没有空气的真空里 充斥着恐怖严寒的月面之上 一旦出现任何意外 便都只有一个死字 但有这样的能力 还派出那些人造人 去袭击炼金术师 未免太化蛇添足了一点 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 现在 虽然已经有点晚了 但所有人终于察觉到了 这一份恶意 如此诡异的灾厄 又是什么人缔造的呢 明雾过来的瞬间 拉格纳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抬起了毒眼 冷冷地看向了拉杰尔 头盔之后 拉杰尔的表情 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你 你看我干什么 因为我有个问题 要问你 拉杰尔 拉格纳向前迈了一步 逼问道 在来开普勒基地之前 你去哪了 拉杰尔一愣 玄机恼怒 我 我哪儿也没去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 哪儿也没去 哈 我和你同时搭乘埃及的空间 站到了月面中央枢纽 可你为什么会比我晚来一天 拉格纳步步紧逼 隔着面罩 低头俯看着眼前的老朋友 你 去了哪里 我哪儿也没去 堵车了不行吗 拉杰尔瞪大眼睛反驳 凭什么我去了哪儿 就要告诉你 哈 你不说我都猜得出去来 就在你到来之前半个小时 暗面监狱忽然出事了 你觉得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拉格纳冷笑 独眼迸射出阴冷的光芒 他的手掌按在腰间 俨然是准备动手了 不要试图狡辩 拉杰尔 暗面监狱的炼金矩阵 是我们工房做的 而你身上残留的灾厄染色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你近期一定进入过暗面监狱 拉杰尔的声音尖锐起来 这和你又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拉格纳拔高声音 绿色质问 这一副遮遮掩掩的态度 又在掩饰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 一字一顿地发问 普布留斯大宗师的死 和你有什么关系 一言即出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面面相去 普布留斯 奥古斯特 八十年前崛起的大宗师 持营仗者 分裂之人 徘徊者 第七造物的发掘者 助力于原置学巅峰的存在 竟然就这么唐突地死了 难以置信 就连拉杰尔都僵硬住了 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人 不敢相信他的话 死 死了 他亮枪地后退了一步 玄机巅狂地惊叫起来 不关我的事情 和我无关 我只是 我只是 他只是 陪同我一起而已 拉格纳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是加兰德翁 老人平静地解释道 拉杰尔先生 作为受命于石府学会的 要记师 在前方出发之前 曾经陪同我 一起去检查了 浦布流斯的身体状况 这是秘密任务 他被下达了石化口径 不能对人谈说 这个回答 你满意吗 拉格纳陷入了沉默 像是无法理解 浦布流斯之死 为何会将另一位大宗师 牵扯在其中 阴暗一点想 或许浦布流斯之死 正是加兰德的受益 再或者 这是石府学会 乐见其成的结果 联想到 浦布流斯那众多的 独有技术和专利 似乎一切都有了解释 可这背后的水深的 有点过头 原本所以为的深潭 变成了一片漆黑 又暴虐的海洋 他已经不敢 在网里面看一眼 而加兰德 倒也不怀疑 拉格纳为何会知道 浦布流斯的死讯 毕竟 暗面监狱的炼金举阵底座 就是由他所在的工坊 银之碑 所制作和维护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又在月球 于情于理 他的师兄 也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拉格纳 我可以回答你 虽然不清楚 这个诅咒的来路 但我可以断定 他和浦布流斯的死 没有任何关系 加兰德翁又抛出了 一个绝大的秘密 虽然他的老年痴呆 多半是伪装 但早在15年之前 浦布流斯的灵魂 就已经开始逐步萎缩 原置衰败 图流行骸了 否则的话 也不会那么滑稽地 死在越狱的过程中 就在众人的沉默里 加兰德翁最后说道 如今他的死讯 还处于封锁阶段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尚不能对外公布 也希望各位也不要扩散 拉格纳扶手 再没有说话 在旁边 好不容易从废墟里 挖出了厨房的冰箱 正在喂狗 吃真空飞饼的怀尸 迷惑地抬头 感觉自己错过了 一个惊天大瓜 你们在讲啥 就这样 在十分钟后 好不容易等级吃完了米 火烧断了锁 狗啃完了饼 经过了众多的波折之后 就在预定的时间 预定的地点 预定的炼金术师们 终于即将踏上最后的旅程 前往最终目的地 赫里俄四公房 至于搜救队在清理基地废墟 发现拉格纳的尸体时 已经是六个小时之后了 第835章 深渊上的火 月面 开普勒谷口 升降区 怀石扯着狗绳和破狗一起 好奇地望着四周 不知道预定的航班 究竟在哪里 然后就看到加兰德翁身后 从怀中取出一只修长的 古白色号角 竟然直接就在护佑之下 掀开了面罩 连口气都不喘 直接咬住吹嘴 鼓起腮帮子 死命地吹了起来 这啥 宇宙音乐会吗 怀石都看傻了 可紧接着 竟然在真空里 听见了浩荡的轰鸣回响 那并非是人而所 能够听见的频率 只有凭借极异的加持 才能够感受到 宛如金歌一样幽远的回声 在真空里传递 吹向了远方 紧接着 月球轨道之上 便有庞大的阴影 缓缓降临 在升降场的灯光照耀之下 一个黑点迅速地放大 到最后 浮现出庞大的身躯 长尾卷动着原质波澜 一阵阵湛蓝的光芒 如水波一般浮现 照亮了它的模样 那招牌式的庞大头部 和修长的身躯 乃至足以和战剑相比 你的夸张体积 都令怀石忍不住想要挠头 那是一头 抹香精 一头在太空里活蹦乱跳 游动在真空里的抹香精 不是吧 这么魔幻的吗 浑然忘记了 自己手里还牵了一个 更加魔幻的玩意儿 而且他手里的玩意儿 直勾勾地凝视着那一只抹香精 已经跃跃欲试地 舔起了嘴唇 是还没恰过的玩意儿 好吃吗 朋友 你是第一次见 在怀石的旁边 一个人影凑上来 在频道里怀石私聊 那是石府学会改造的炼金生物 用力为坦的子嗣在创造 最终得到了活的边境遗物 就好像每周的生化兽一样 不过比那方便得多 哎呀 你的狗好可爱 我可以摸摸它吗 破狗回头 冷眼撇着跃跃欲试的男人 嘶哑 哈哈 真有心格 来者不以为意的白手 主动后退了一步 怀石隔着他的面罩 都能看到面罩后 依旧在燃烧的雪架 除了在游戏里之外 能航天府里点烟的烟鬼 他还是第一次见 呃 你好 怎么称呼 怀石伸手 抽雪架的男人同他握手 用力地晃了两下 每周练金术师 伊兹 伊兹科亚特尔 其实全名比这更长 但你叫我伊兹就好了 他看上去和怀石年龄相仿 带着笑容 看上去倒是没有其他人的疏冷排斥 具备着其他炼金术师 所没有的活力和善意 怀石 像牙之塔的 怀石自我介绍 还没说完 伊兹就了然地点头 古典音乐教室嘛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在长青藤 可是相当出名哎 呃 是吗 是啊 伊兹汗手 感慨道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我侄女那么目中无人的性格 竟然还能交到朋友 实在让人有些意外 怀石的表情抽出了一下 忽然感觉到不太对 等等 侄女 哪位 嗯 李兹啊 李兹啊 李兹赫特默克 他没跟你说过吗 伊兹好奇地看过来 可能是我这个当叔叔 每天游手好闲 在家族里比较丢人吧 怀石沉默了很久 向旁边挪了一点 又挪了一点 提防着这哥们一言不合拔出剑来就要看 这一步啊 是欺负了小孩之后 家长找上门了 谁特么能想到 这货长这么年轻 竟然是叔叔呗 哈哈 不必担心 虽然说是家族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相近的血缘 只是服从于传统而已 伊兹狠抽了一大口雪茄 笑容在烟雾的缭绕里 越发的愉快 拍了拍怀石的后背 就当我是观光客好了 伊兹耸肩 我一个白板升华者 连圣痕都没有 练金术也一窍不通 只不过是代替家里的一位长辈 来问候一下他的老朋友而已 要出了什么事情 看在利兹的面子上 记得拉我一把呀 怀石没有说话 形象地表现出了某种微笑 又不失礼貌的尴尬 至于伊兹的自我介绍和目的 反正他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伊兹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戒备 可却毫不在意 依旧热情如初 凑在怀石的旁边 如同动画片里的黄毛配角一样 开始大声地为新生 介绍起班上的同学来 独演的那个 叫做拉格纳 是银枝杯的炼金术师 有点心高气傲 脾气比较大 后面那个是额联的炼金术师 瓦列里 他擅长的是金属学 但比起炼金术师 倒是更像升华者一点 这一点似乎和你很像 不过他好像比拉格纳 还不太好打交道 哈哈 至于跟在加兰德温后面的那个的 是要济师拉杰尔 那位伊玛劳女士 是埃及皇家的炼金术师 至于那几个自闭的 都是加兰德温的学生 他们发了奸言誓约 除了参与秘遗食必要的沟通 根本不会说话 一同抱菜名一样有的没的 怀石听得头昏脑胀 压根就一个都没记住 反正归纳一下中心思想就是 大家都不好相处 排斥外地人 瞧不起你文化水平比较低 但是没有关系 你要觉得苦闷无聊 想要谈谈心 别忘记找叔叔我就行 白背占了一通便宜 等说完之后 他们就已经上船了 穿过了抹香精闸门一样的大嘴 后面的空间 竟然出乎预料的宽阔 会议室 休息厅 甚至每个人都有单人的房间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全境顶尖的炼金工房 每一件都是属于 在以前怀石购物单上 躺了几百年 只能逢年过节翻出来看看 根本不敢点购物件的那种 放在以前 怀石怎么都要铤而走险 干他娘的一票了 幸好 时代变了 现在有了象牙之塔的东西 随时可以白嫖之后 怀石的底气平白多出了许多 甚至还可以提着裤子 发出救治的声音 在为众人准备好房间之后 那些宛如常人一般 活灵活现的傀儡 就自行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了 酷似抹香精的利维坦之子 则在无声的金戈里摆动肠尾 向着更加深邃黑暗的太空游去 怀石牵着狗 站在走廊的落地大窗前 忽然感受到奇幻画风的好处 无数星光从眼前飞逝而过 他竟然连一点摇晃都感受不到 甚至重力如常 两边还摆着绿植 拐角处甚至还有给客人 随时休息的座椅和圆桌 不同于其他空间站 苦必兮兮捉襟见肘的生活 在这里的物资和服务 宽余到让人流泪 姚玲就能呼唤24小时服务 甚至还有按摩和SPA 奇幻的一匹 这就是炼金术吗 爱了爱了 当离开了月球之后 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脸色都好了不少 最起码远离了不幸和厄运的纠缠 保证了自身的安全 只有怀石依旧小心翼翼 还把宇航服塞在马鞍包里 时刻准备着跑路 做个空降舱 空降舱炸了 去了开普勒 基地炸了 他怕这船也炸了 这年头 世界越来越离谱 连暗面监狱 都有人敢越狱 总要做好提防 万一呢 是吧 现在在窗户前面 怀石凝视着那些闪烁的星光 渐渐地 看得入迷了 直到乌鸦的幻影 从他肩头浮现 在想什么 童鸡问 这么入神 怎么说呢 总感觉在这么奇幻的世界里 还有太空这么科幻的东西 很怪啊 怀石捏着下巴 迷惑的感慨 有一种微妙的串台感 你看 坐在奇幻的领域里 掐了科幻的饭 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这不是很正常吗 童鸡淡定地挥了挥小翅膀 一脸机操物流的样子 科学原本不就是取代魔法的东西吗 不奇怪 倒不如说 有个这个才正常 否则 你以为陷阱是什么 啊 怀石想了半天 试探性地问 一个玻璃罩子中的大球 那不和地球的定义差不多吗 同济说 说到底 陷阱不就是物质的聚合 除了能晒晒太阳之外 和地狱也没啥区别 不 并不是那个意思 怀石摇头解释道 我在成为升华者之前 一直都相信无限的星辰大海 还有外星人的存在来着 嗯 同济疑惑地看过来 现在你也可以相信啊 难道你以为 那都是骗人的 啊 不是吗 怀石目瞪口呆 不是说太阳本质上 是神髓之柱的显现吗 那么多星辰 都不过是天命的投影 况且 外星不也并没有生物吗 这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同济想了一下 告诉他 本质上来说 如今陷阱的一切 包括地球和太空 还有这么多星辰 和无限的空间 都不过是一种显现的方式而已 一种表达的结果 一种以定律和科学 所阐述而成的世界 从几百年前到现在 日复一日的根深蒂固 不可动摇 但这和升华者 所认知的常识 并不矛盾 怀石摇头 可这样的世界 地狱又在何处呢 同济 这样的世界里 真的需要地狱那种 对常人而言 虚无缥缈的东西吗 哈 这是一个好问题 他笑了起来 抬起翅膀 依靠着怀石的脖子 忽然问道 话说回来 你又是如何 看待深度的存在呢 怀石 你觉得 对于陷阱而言 地狱的实体 又在哪里呢 你如何解释 地狱和地狱之间的 空间关系 怀石愣住了 无言以对 而同济继继续追问道 难道你在眼前 这一片充满了 寒冷的真空 对人而言 不也是地狱吗 宇航员对地球来说 和升华者 是不是很像 深渊深物 在人类看来 和外星人有区别吗 怀石沉默许久 本能地摇头 你在混淆概念 你知道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们深度 没有任何改变 怀石也感受不到 深渊沉淀的存在 这里 确实陷阱没有错 可同济的话 却令他陷入沉思 因为眼前的世界 对人来说 同样是无法生存的地狱 而且 开始明白了吗 怀石 同济轻声笑着 似是感慨 世界一直都是世界 怀石 只不过被重新定义了而已 啊 要用现代的术语来说 就应该是观测者效应了吧 在远古的时代 人的世界那么单纯 只要圆形的天空 和方形的大地 就足够让他们满足 大不了加个大象顶在下面 感觉撑不住的话 再放一只巨龟 天如果要塌了的话 就砍几只乌龟的脚撑起来 如果发了洪水 那么一定是神明的怒火 要造个船飘起来 他说 那时候 神明的存在就是陷阱的墙壁 他们从柱中衍生而出 顺应天命而存 遵从人类的愿望 全是世界 隔绝地狱的侵害 可神的时代过去了 他们都已经死去 人的世纪到来了 和过去不同 魔法消失不见 神明已死 人类重新定义了一切 世界也随之改变 不过 本质未曾有过任何变化 改变的只是观察 这一切的角度而已 于是有了定律 有了框架 有了三大封锁和科学的存在 也有了这一片往日 从未曾有过的无尽太空 但一切的存在 都不会毫无道理 诚然 星辰的灰光 是天命运转的象征 可倘若追溯其由来 就必然有源头存在 就算是黑暗的天外空无一物 所谓的星体 只不过毫无生机的物质聚合 可它们依旧有着 不容替代的意义 所谓的太空 原本就是无穷 进地狱在陷阱的显现 同机凝视着无数星辰 告诉他 亿万星辰的尽头 那些冰冷的灰光所来之处 就是地狱本身 所谓的深渊 和所谓的太空 对人类来说 从来没什么差别 同样都是遥远又神秘的地方 充满了危险和禁忌 在漆黑的太空里 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些飘忽的幻影 那都是遥远深度之下 来自地狱的投影 相隔着漫长的深度 它们的力量 吸引着物质的汇聚 形成荒芜的形骸 着视自己的存在 最终 在名为万有引力的 定律力量之下 构成了这一片 深度之上的璀璨之海 看啊 怀师 太阳的火光已经消失了 在玻璃的倒影中 无数月动的光芒之间 那个瑰丽的幻影 揽着他的肩膀 低头 在他耳边轻声述说 如今的我们 正航行在深渊之上 第836章 太阳系搭车课指南 费了大半天 怀师终于搞明白了 在神明时代之后 结束的变化 当学者们 以无数定律所组成的科学 代替了魔法 三大封锁改造了全境之后 太空就油然浮现 作为深渊在陷阱的象征 无数在深度之下的地域 映射出了群星 这是这个世界 能够圆融自洽的运行 所必须的一环 当然 在深度之上的陷阱 能看到的 都是一堆荒芜的石头 快拔了 一切深度的变化 必须借由陷阱的规则 才能实现 也只有陷阱 才是最便利的地域入口 你倒是不用担心 前面会忽然刷出一个地域入口 铜基说 唯一例外的 就只有月球了 嗯 怀师不减 太阳和月亮 自古至今 都是每一个文明 和每一个时代 最重要的概念哦 怀师 铜基继续科普 太阳是神髓之助的体现 而月亮 其实和陷阱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它作为一个空白的星体 被当作整个陷阱的保险栓 无时不刻地帮助陷阱 分担着来自深渊的压力 一旦深度侵蚀超过灵界 那么 首先会有一部分压力 排放到月球上去 就好像洪灾之下的泄洪区一样 同时 在物质之上 也是陷阱的盾牌 抵御了绝大部分 由于深渊运行在太空中引发的变化 听上去简直不要太惨 简直是颗工具星 怀师听了都可怜 被用来当杂物间和围墙 有事没事都遭罪 还要收到陨石群 隔三差五的轰击 只能说 行星和行星 不能一概而论 除此之外 就算像是赫利俄斯这样的神明造物 同时具备陷阱和地狱双重属性的存在 也不能在太空中 进入深度之下的地狱 只能以投影的形式降下力量 同机感慨 七十年露面一次 然后再自闭七十年 则 怎么想脑子 都有问题了 所以说 孤儿玩家真可怜啊 嗯 怀师似乎从那调侃的语气中 察觉到了一丝掩饰的 很好的嘲弄和恶意 可当他回头看过来 他又恢复了乌鸦的样子 无辜地看过来 算了 给个面子 当作无事发生 怀师收回了视线 就这样 一日匆匆而过 在怀师去餐厅吃晚饭的时候 发现诺大的餐厅里 只有自己和一姿两个人 其他人呢 怀师坐在椅子上 好奇地问道 都去房间里了 所以说 炼金术师 是不是都太顾皮了一点啊 一姿抽着雪茄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只 要不要来一根 算了 试过一次 被枪得不行 怀师低头看了一眼菜单 回头对身旁的炼金傀儡吩咐 给我来一份拉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的狗 要生肉 谢谢 不是是鹅肝配鱼子酱吗 一姿擦了擦嘴角 浅浅地抿了一口红酒 这里的鱼子酱很地道 风味独特 忘记你是地狱除魔了 班门弄斧 你们冬夏人是这么说的吧 可以了 可以了 你的冬夏语 已经很标准了 怀师的脑门有点痛 感觉一姿的形象 和某些神剧里的冬夏通 开始重叠 别这么冷淡嘛 怀师先生 我们还要相伴度过漫长 漫长漫长的时光 一姿放下雪茄 贪手 我还蛮想和你交个朋友的 不了不了 有你侄女一个朋友 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怀师有点头皮发麻 说真的 这个见鬼的炼金旅行团里 现在让他最不安的 不是加兰德翁 而是眼前的貌似年轻的老鬼 其他人来到这里各有理由 但他不明白 一姿一个非炼金术师的 白板升华者 到这里来干什么 说到底 一个美洲的贵雪传承者到现在 还是一个白板升华者就离谱 没有任何圣痕 像是真的来旅游一样 抽烟喝酒 还恰于子酱 想和怀师交个朋友 但为啥呀 咱俩也不搭呀 单波集团到现在 也和美洲没啥业务往来 而且 象牙之塔和长青藤联盟的关系 更是一言难尽 他像是其他人一样 排斥自己 怀师都能理解 但这一份突如其来的善意 却令他有点摸不着头脑 图啥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呀 怀师先生 依子咧嘴笑了起来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所以要珍惜每一个瞬间 珍惜遇到的每一个伙伴才可以 要我说的话 像您这样保持谨慎的态度 并没有什么错 但也会错失很多了去哦 您这么喜欢旅行的话 改天我介绍一个爱旅游的朋友给您吧 怀师诚恳地建议道 我相信 您和他一定会有共同语言 嗯 只要您别嫌弃 他总是穿着一套灰西服 一副过老死的射出样子 依子笑眯眯的 没有再说话 只是端向着怀师和他的狗吃饭的样子 甚至还为狗增加了一份海鲜套餐 然后发现 破狗竟然也不领情 连尾巴都不带咬两下 直接张口 就连盘子一块吞了 还把地板都啃出两个洞来 这难道也是你的作品吗 真厉害啊 依子感慨 可以借来配个种吗 狗的眼神顿时危险了起来 依子则笑了两声 连忙摆手 竟然正经地向一条狗道歉 然后又奉上了一整套烤肉拼盘赔礼 说真的 我真看不出 你有什么去和里厄斯的必要 怀师叹息 不解地问 要说炼金术师的话 每周也多的是吧 传奇的工坊 我记得 四叶草不就在每周吗 不一样的 怀师 一字摇头 笑容愉悦 那可是最古老的炼金工坊 几乎能够追溯到 史前混沌时代的奇迹造物 传说中的传说 包藏着神明时代的技术 有机会不去 简直是人生的遗憾 况且 我这不是还负有使命吗 使命 代替自己家长辈 去找老朋友捞捞嗑 我信了你的邪 怀师摇头 低头吃完了自己的面 礼貌地道别 一字依旧坐在原地 享受着自己的晚餐 而当电梯门打开之后 怀师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没有想到 里面还有人 是那个名字叫拉格纳的独眼链金术师 还有另一个叫做拉吉尔的人 两人似乎在低声争论着什么 不耐烦的拉格纳 已经扯住了拉吉尔的领子 电梯口 怀师低声咳嗽了一声 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冷漠的独眸看过来 怀师和狗也都好奇地看了过去 晚上好 两位 怀师说 介意不介意让我用一下电梯 漫长的沉默里 拉格纳缓缓地松开手 拍了拍拉吉尔的衣领 拉吉尔桃一样地 从电梯里跑掉了 连谢谢都不多说一声 拉格纳嘲弄地看了一眼怀师 如果我是你 就不会多管闲事 怀师 先生 习惯如此 怀师耸肩 抬起手按了一下上升的按钮 阻止电梯的合拢 拉格纳冷哼了一声 笔直地走了出来 要撞开拦路的怀师 可怀师依旧微笑着 连身后的狗都快乐地吐出了舌头 充满期待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拉格纳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神情越发地阴沉 屈辱地侧过身 同怀师擦肩而过 在他身后 电梯门缓缓合拢的时候 他忽然回头 阴冷地向电梯里瞥了一眼 珍视之眼里 亮起了锋锐的光芒 不知酝酿着什么恶意和诅咒 可紧接着 一切就好像发生了变化 在怀师脚边 那一只活泼到过头的狼狗 忽然歪头看了过来 咧嘴 笑容憨厚 可在珍视之眼的凝视中 那一份滑稽的笑容 却在迅速地膨胀 增值 变形 撕裂了原本的伪装之后 化为了不定型的猙獰轮廓 一片蠕动的阴暗 就好像通往深渊的裂系一样 勾勒出猎尸者的阵步倒影 猙獰到难以言喻的 深渊精髓 缠绕在他那两双 不对称的诡异眼瞳之上 无穷尽的漆黑 从其中喷波而出 就好像深渊的化身降临于此 要将眼前的一切尽数撕裂 贪婪地将一切星光 都贪婪地吞入腹中 惊鸿一瞥的映照 令拉格纳愣在原地 难以置信 可当他下意识地看向怀尸时 电梯已经快要合拢 看不清他的模样了 在那一瞬间 他只是感觉到了一阵剧痛 来自眼眸的焦热苦楚 光 好像有无穷尽的光 从合拢的铁门之间喷波而出 暴虐地扩散 庄严的运行 将一切都覆盖在其中 像万物焚烧殆尽 啪 一声清脆的声音 从寂静里迸发 有血色的泪水 从眼角浸出 一道惨烈的裂痕 就从这一颗珍贵无比的眼眸中 扩散开来 死寂里 拉格纳僵硬在原地 好像化为了一座石像一样 许久 许久 那个男人抬起手指 刺入眼眶 摘下了毒眼 毫无怜惜地 将这一颗眼珠捏成粉碎 五指握紧 紧接着 隐隐的光芒透出 当五指再度展开的时候 一颗完好无缺的瑰丽眼眸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回到了他的眼眶里 拉格纳转身 走向了餐厅 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当晚 深夜里 辗转反侧的怀尸 做了一个怪梦 在恍惚中 好像变成了石头 变成了流水 变成了风 穿梭在荒芜的大地 和世界之上 隐约地窥见了一个 骑在马上的孤独背影 那个满脸胡茬的中年男人 如此憔悴 眼眸空洞 宛如醒起一样地 徘徊在世界之上 弯下腰 对遇到的一切活物说话 对飞鸟 对蛇 对虫子 对花草 对天上的飞龙 水中的精灵 还有阴暗洞穴中的妖魔 卑微的奇景 哀求 在最后的最后 怀尸终于听见了 那空洞又麻木的声音 那个男人抬起头 看向怀尸 就好像隔着久远的时光 窥见了闯入这一场 迷梦的外来者一样 沙哑的话语 像是雷鸣一样 从怀尸的灵魂中迸发 几乎将他的意识击溃 他说 请您 为他哀悼吧 第837章 2111太空漫游 请您 为他哀悼吧 梦好像被那话语给刺痛了 明明是卑微的恳情 可是却带着 不容怀尸忤逆的力量 那低沉的命令 不断地在脑中回荡 重叠 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咆哮和回音 几乎充斥了 怀尸意识的每一个角落 令他的意志迅速昏沉 领会这一份悲伤 随着对方一起放声悲鸣 无形的漩涡浮现 拉扯着他 好像让他投入到什么地方去一样 不爱 打扰了 告辞 怀尸本能地甩手一个三连 然后在那一瞬间 听见远方传来的雷鸣 虚空中有一道风锐的电光横过 劈在了他的脑门上 令他从梦中惊醒 睁开眼睛 看到了陌生的天花板 剧烈喘息 汗流加倍 脸上还残留着隐约的刺痛 浑身发麻 脸上到处是鼻血 嘴角都有泡沫了 当他回头 看向床边时 便看到依靠在床头恨水 残缺的武器之上 竟然浮现出一缕缕的双色和焦痕 那正是梦中雷鸣的缘起 沉寂的奇迹感应到了周围的异常 本能的运转 击溃了这一份莫名的梦境 令他得以清醒过来 虽然这方法 未免有点粗暴 高压电疗可真是够了 谢谢啊 怀尸感谢地拍了拍横水 揉着有点僵硬落枕的脖子 起身走向洗手间 洗了一把脸之后 终于稍微捋清了一点状况 那究竟是幻觉 一想 还是其他呢 他搞不清楚 但这样的类似的体验 已经有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天国谱系对于深渊的超强向性 外加命运之书的加持 几乎令他变成了一个灵媒 一不小心 就会触发到什么东西 动不动就见鬼 但是 怀尸却感觉 这一次 却和往日不一样 因为他的结尾 分外的 不同 在噩梦的最后 就在怀尸惊醒前的那一瞬间 他好像听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笑声 就好像吃瓜的路人一样 以怀尸的模样端向着那个梦中憔悴的男人 无比嘲弄 十足没良心地反问 凭啥 纯路人 有一说一 确实 怀尸对此深感赞同 你们这儿是个什么情况 为谁哀悼 谁死了 怎么死的 在哪 莫名其妙地请路人去参加白事 是不是不太合适 看那样子 连个白包都不打算给 空口白话 就让人去当大孝子 未免太没有诚意了点 既然对方不厚刀在先 那怀尸缺得起来 可就没心理压力了 洗了把脸 刷了牙 给恨水大哥上了原制保护费 顺带给破狗刮了的毛 因为记忆声说 还被他咬了好几口 明明是出来上个进修班 但怎么这脱家带口的 跟当保姆似的 还有个更不好伺候的黑心女人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人生不易 怀尸叹气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炼金傀儡发来的通知 再过一个小时 就能抵达赫丽娥斯攻防了 只不过 坏消息却比他想象的要更多 在怀尸吃完早饭 遵照引导 前往休息室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 休息室里的古怪氛围 无比凝重 所有人的面色阴沉 空气里漂浮着一种 不妙的意味 就只有一兹那个家伙 依旧哼着歌 抽着自己那一根 好像永远抽不完的茄 向着怀尸打招呼 怎么了 怀尸走过去 环顾着四周 不知究竟是错觉还是什么 感觉人似乎变少了 还没有到齐 他问 不 如果不算加兰德翁的话 你大概是最后一个了 消息灵通的 伊兹笑眯眯地说道 发生了不是很妙的事情 我还以为你也来不了了 嗯 怀尸瞬间警觉 在昨晚 陷阱时间 大概凌晨四点钟的时候 利维坦之子上 所有的人造人 都停止运作了 伊兹说 莫名其妙 没有任何的征兆 不论在什么地方 全部当机 等等 当机指的是 表现在外的状况的话 大概是 睡着了 伊兹无奈地耸肩 真搞不明白啊 人造人这种东西 原至西伯道 连睡觉都没有的 竟然会做梦 真是跨越世界的大发现 不管使用什么秘医去操控 都没有反应 完全陷入了报废状态 拆解过后 又没有任何异常 哪怕再重新造一批出来 也依旧会在几秒钟之后 失去反应 原本这就足够让人头疼了 偏偏还不止是如此 说着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怀尸一眼 你看我干什么 怀尸警惕起来 这可和我屁关系都没有 我闲着没事上船 搞你们的人造人干啥 不 我只是意外而已 以你的敏锐程度 竟然能够完好无恙 这真是 让我松了一大口气 这么说的时候 伊兹的笑容 却没有任何变化 看上去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意味 只是抬起手 从领口下面 拉出了一截 已经完全失去光彩的宝石吊坠 随意地问道 那个梦 你应该也梦见了吧 怀尸瞪大了眼睛 听到他的声音 周围的炼金术师们都看了过来 只不过神情都说不上好看 直到现在 怀尸才终于恍然大悟 感情这一次的怪梦 不是单独的个礼 是法拉利五十元抵用券 人人有份 可既然伊兹这么说的话 没错 有些人被留在了那个梦里 伊兹遗憾的耸肩 到现在都没有能醒过来 加兰德翁正在尝试 但成功率渺茫 漫长的沉默里 怀尸这才感受到一阵后怕 但很快 他就察觉到了不对 不是稍微刺激一下 就可以惊醒吗 他疑惑地问 怎么还有人没有醒过来的 一言即出 所有人看过来的眼神 就变得微妙了起来 不知究竟是肚恨 还是惊恶 但很快 看到他脸和胳膊上 被狗咬出来的伤疤 纷纷恍然 转而变得敬佩起来 能够被狗咬醒 倒也算是个人才 你这狗这么厉害 伊兹也傻了 难以置信 要不借来使一下 破狗蹲坐在怀尸旁边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邪媚微笑时 露出三排 还犯着铁光的重叠锐齿 宛如剃刀那样 还带着钩 让人遍体生寒 不 我觉得多半不会有用吧 怀尸的眼角抽出了一下 但那句话怎么说得来着 你要试试 我不勉强 他的心里 已经渐渐明了 或许 自己并不是恨水放电电醒的 因为在他醒的时候 都已经口吐白沫了 指不定恨水 已经电了多长时间 你们梦见了什么 他试探性地问道 这一点都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隐瞒 所有人梦到的 都是同样的东西 一个神情憔悴 宛如流浪汉一样的男人 徘徊在荒芜的大地之上 好像急着上坟一样 找人去吃他家的流水席 无一例外 甚至人种 发色和身高 都没有任何的不同 金发碧眼 黑衣骑马 腰间的剑鞘空空荡荡 食指遍布伤痕的中年男人 像是掘墓者一样 徘徊 经过汇总之后 所有人都发现 但凡醒来的人 都是没有回答他的人 甚至有的人在察觉到 这个梦并不是来自自己的瞬间 就使用各种方法 强迫自己醒了过来 或是炼金秘遗 或是奇怪的遗物 再或者 就是通过自身的圣痕 像伊兹那样的败家二世祖 甚至还消耗了一枚 能够在关键时候 阻挡致命诅咒 代替他死亡的替身活食 只能说 不愧是克金玩家 最奇特的 则是拉杰尔 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 蜷缩在角落里 双目遍布血丝 可是却精神的不可思议 就好像惊弓之鸟一样 自从被袭击者下破胆之后 他压根就没敢睡着 没想到既然阴差阳错 躲过了这一波 突如其来的死亡判定 只能说是狗屎运 可在伊兹的述说中 怀尸却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 梦见怀尸记忆中最后的那个声音 现在知道姐姐的好了吧 童鸡的幻影出现在了怀尸的肩头 语气十足愉快 这就是大姐姐的可贵啊 不但要让契约者迷醉 关键时候 也还能让自己家傻仔清醒 让我清醒过来 只要账单和惨烈的现实就够了 谢谢 怀尸无脸叹息 自己这次绝对是掉坑里了 早在童鸡要一起出门的时候 他就应该明白 这就不可能是什么甜甜蜜蜜的双人旅行 哎呀 真是一段险像还生的坎坷的旅程啊 费尽艰辛 历经苦难 在努力和友情的支持之下 大家即将成功地抵达目的地 童鸡感慨道 只是想到这一点 就忍不住让人感动 够了 童鸡 咱就不要再插齐了好吗 怀尸怀疑 他不把这破船奶闸 是绝对不打算停手了 怕什么 童鸡不解地看过来 我们这不是已经到了吗 说着 他抬起翅膀 指向休息室的镜头 那一扇占据了一整颗相比的巨窗 就在一片黑暗的宇宙中 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缓缓浮现 力为坦之子送唱着金歌 无声的游夜在这地狱的真空里 迅速穿过了眼前尘埃 和陨石汇聚成的行星环 短短夜的时间 跨越了以一公里为单位计算的漫长距离 然后 所有人都窥见了 下方那无数地狱 随着深渊潮汐涌动 而形成的恐怖现象 相隔着遥远的深度 那庞大的力量 搅动了陷阱的物质 令汇聚而来的星辰表面 形成了永无休止的巨峰 无以计数地融化的金属 和稠密的液态氢 在其中沸腾 化为混沌的大锅 不断演绎出一层层 令人头晕目眩的波纹 而就在那数之不清的乱流 和剧烈的变化之下 有一个庞大到 足以将整个陷阱 吞入其中的风暴气旋 在疯狂地旋转着 看上去就像一只 从深渊里望向陷阱的眼瞳 争鸣而阴朗 漠然地注视着 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访客 此刻 就在那整个木星 最为著名的恶魔之眼的正上方 星辰的同步轨道之上 那个惨烈而畸形的轮廓 渐渐清晰 勉强还能够分辨出 曾经辉煌而庄严的姿态 那是往日神话时代 运行在天穷之上的灼铁神殿 可现在 庞然大物 已经完全被无数锋锐的巨型柱石贯穿 而另一半也塌陷扭曲 歪斜成了再怎么后现代的建筑设计师 也无法想象的诡异模样 丝丝与的星红 从各个疤痕一般的裂口中不断泄露而出 向着四周蔓延 宛如绞死了婴儿的旗带 在真空中飘荡 只有无声的悲鸣存留 回荡在所有目睹者的脑海中 经久不散 这便是赫丽俄斯的遗骸 第838章 好兆头 那是 什么 怀师呆滞着 轻声呢喃 有那么一瞬间 怀师怀疑自己并没有从噩梦中醒来 可当他判定自己完全清醒的瞬间 却更希望自己 还在那个噩梦里 他沉默了许久 看向铜鸡 赫丽俄斯攻防在哪 铜鸡不解 这不就是吗 怀师干涩地吞了口吐沫 那个 千疮百孔 到处插满了奇怪的石头 而且好像已经报废抛锚了的巨型玩意儿 这就是在他所搜集到的情报里 搭载着数百名炼金术师 由无数人造人维持运行 繁华到宛如重归神明时代的伟大奇迹 宛如航行在真空中的小型世界 时刻散发着辉煌的光焰 庄严神圣 宛如日轮一般运转在宇宙之中的威权遗物 这就是赫丽俄斯战车 怀师低头 拿出手机 抬起手 对比着手机里原本的图片 在这一张哈破探镜三年前观测到的照片里 璀璨金色的城池 焕发着瑰丽的光彩 纵然只是惊鸿一瞥 从深渊中观测到的支灵片抓 依旧庄严神圣的不可思议 而他眼前 这个几乎已经报废 好像被污染了十万次之后 又被砸成粉碎的玩意儿 你要告诉我这是同一个 我得说 上一次我来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 童鸡遗憾的耸肩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啥 但赫丽俄斯已经变成这个屌样 解救我没有办法呀 怀师下意识地问 你说的上一次是多久之前 童鸡没有回答 只是微笑 微笑着看着他 怀师哆嗦了一下 乖乖地收回视线 没敢再问 给个面子 大家当作无事发生 他明智地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究 好吧 让我们回到现实 经过了坎坷又漫长的旅行 他们一行人成功地抵达了目的地 实在是可喜可贺 好消息是 立伪坦之子竟然没有炸 坏消息是 赫丽俄斯炸了 怀师的眼泪快要流下来 在度过最初的惊骇和呆滞之后 很快 所有练金术师都反映了过来 难以言喻的恐慌 充斥在休息室的每一个角落里 谁都未曾想到 七十年不见 曾经光辉无比的太阳战车 竟然沦落到如此的程度 可以一瞬间 所有问题都有了解答 为什么这一次要如此麻烦地 换成各种工具 经历这么漫长的旅行才能抵达 为什么这一次 赫丽俄斯没有能够进入地月空间 因为他早已经抛锚在木星上层了 而且看上去 好像不怎么妙的样子 变成这副样子 究竟还具备多少功能 还要另说 赫丽俄斯究竟是被什么东西袭击 变成了这个样子 以及赫丽俄斯上面的炼金术师们 是否还有幸存的可能 乃至最后 将他们呼唤到这里来的 真的是赫丽俄斯攻防的意志吗 这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拉吉尔的表情抽搐着 呆滞回头 加兰德 加兰德翁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就在休息室的大门外 刚刚从攻防 实验室赶来的加兰德翁 南眼眷色 看到了眼前这一副场景之后 神情也变得僵硬了起来 复杂又恶然 旋即 好像便明白了什么 恍然大悟 那一瞬间 怀师敏锐地察觉到了 老人表情的微妙变化 不知究竟是震惊还是愤怒 喜悦还是悲伤 或是数者兼有 可不论哪种 都令怀师有些莫名的毛骨悚然 原来如此嘛 加兰德翁成因片刻之后 再度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平静 威严的目光横扫 压下了休息室里不安的气氛 可所有人的神情都警惕了起来 不知道师傅学会 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也不明白 他们将自己一行人带到这里 是做什么 但不论做什么 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事 大家都是炼金术师 追寻深渊禁忌的狂徒 哪怕再怎么清白 谁的脑子里 还没点饭忌讳的禁忌秘移和技术 哪怕是这里成分醉水的怀师 怀里还揣着一截毁灭要素的衍生组织呢 更不要说 他身上曾经创造出永恒地狱黄昏的铸造技术了 所有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被师傅学会玩了仙人跳 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可很快 加兰德翁便伸手 在所有人警戒的目光里 缓慢又缓慢 从自己的材料袋里 取出了一枚纯白的棱形结晶 真言之识 那是用于最高规格边境审判时 由师傅学会所提供的测谎仪 这世上最纯粹又最薄弱的结晶 从无数语言中提取而出的 却无法承受任何谎言 只要处于谎言的范围之中 就会崩裂缝隙 在这里的都是炼金术师 哪怕是大宗师 也不可能在这种内部构造极为简单 但提炼条件又极为复杂的遗物上 做什么手脚 在任由其他人检验过他的真实性之后 加兰德便开口说道 我 加兰德 范 赫尔特 在此向诸位保证 师傅学会只是遵照契约 接受到了来自赫里俄斯的讯息 代替他将契约的炼金术师运送到此处而已 话而言之 将各位呼唤到此地的 乃是赫里俄斯本身 一言寄出 所有人都直勾勾地凝视着真言之识 纯白的外表上一片无暇 在角落里 来自埃及的老妇人一马抬起眼眸 一双眼瞳收缩 像是野兽一样的树童 既然如此 仅仅是带队的任务而已 何须劳动大宗师呢 堂堂石府学会的顾问 举足轻重的上层领导者 全世界只有11位的大宗师 何必预尊降贵来为一群炼金术师带队 这便是我此行的第二个任务了 加兰德翁平静地回答 根据石府学会的半年之前的观测 赫利俄斯攻防的星标轨迹出现异常 有极大概率在进行一项禁忌级的炼金秘遗 我作为石府学会的代表 这一次前来 就是对赫利俄斯攻防予以调查和裁断 只是没有想到为时已晚 仅仅半年的时间 昔日炼金术的源头之一 曾经太阳神的战车 十大攻防之一的赫利俄斯 已经沦落到这种程度 连带着上面的炼金术师 恐怕也都已经遭遇了不测 如今的赫利俄斯 一样的危险存在 蛤 额连的金属学大师 瓦列里乌加罗夫冷笑 石府学会 难道再来之前就不清楚 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我记得 全境最大的探镜里有四个 是石府学会负责维护的吧 依旧还带着我们这群无名小族来这里 是指望我们来做探路的炮灰吗 沉默里 加兰德温默然地看过来 瓦列里 你们来到这里 是你们同赫利俄斯的契约 你接受了赫利俄斯的遗物和馈赠 就要为他效命 你大可违背契约付出代价 但你们的契约同石府学会无关 别忘了 炼金术的本质 倘若这个世界上的道理 有一条叫做有舍才有得的话 那么炼金术的本质 便是有的必有舍 在物质恒定的熔炉内 想要升华 那么必然要舍弃渣子 想要蜕变 就要抛弃旧的形骸 一切奇迹的代价 都是灾恶 所有变化的后果 都是沉淀 万般升华的最后 都将有东西归于凝固 在得到赫利俄斯的遗物同时 便注定着 同赫利俄斯攻防产生关系 瓦裂里沉默着 没有说话 请放心 我并没有强迫诸位 为我效力和卖命的想法 加兰德翁说 如今无法履行契约的一方是 赫利俄斯 可归结于不可抗的因素 与诸位无关 但由于使命所限 在对赫利俄斯上发生的事情 进行初步探明 完成对幸存者的搜救之前 我还不能回反 诸位中 如果有人不愿意前往赫利俄斯 可以在利维坦之子上安心等待 一切待遇不会改变 但要交出自身的信物凭证 接受监管 一言即出 不少人的脸色都变了 凭什么 大宗师您这样的安排 是不是过分了一点 如果我说不能 有不少练金术师的眼神 都危险了起来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只有信物凭证 才是进入赫利俄斯唯一的方法 加兰德翁敲了敲自己的手杖 令利维坦之子 发出浩荡的长银 很快 所有人就看到了 一具人造人 被装入于航幅之中 抛入宇宙的真空 渐渐地向着远方的赫利俄斯而去 而就在接近赫利俄斯周围 数十公里的瞬间 就爆成了一团火光 瞬间化为灰烬 消失不见 正如诸位所见 如今的赫利俄斯虽然破损 但依旧维持着防卫秘移 月免之言的运转 加兰德翁解释道 在炼金术中 和太阳所对应乃是月的存在 赫利俄斯战车 作为太阳的象征 自然可以激发日冕的力量 以无匹的热量 对敌人进行最彻底的毁灭 可那样的最高出力 就算是赫利俄斯 无数年的原制积蓄 依旧无法长期维持 更何况 那是破灭的武器 而不是盾牌 因此便有转化秘移的存在 通过秘移 在赫利俄斯周围 投印出无形之月的存在 以虚无的月 代替实质的日焰 化为月面 只要赫利俄斯的本体上存 这样的防卫 就可以永无休止 如今 当赫利俄斯失去响应之后 除非同赫利俄斯攻防 签订契约的炼金术师本身 携带着自身的凭证 否则任何闯入其中的物质 都将被阴冷的月面之言 焚烧成虚无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了然了 之前在离开月球时 加兰德翁所提出的条件 但玄机察觉到了不对 独眼的拉德纳开口问道 就算是这样 哪怕我们交出凭证 加兰德翁宁的人 也无法使用吧 具体的探索将由我的七位 同赫利俄斯签订了契约的弟子 以及自愿进行协助的炼金术师进行 加兰德翁直白地说道 之所以想要让各位交出凭证 只是为了避免出现 什么不必要的状况而已 说到这种程度 已经直白地无以复加 你们可以不参与协助 但别想着自己 悄悄摸摸地跑上去搞事情 并不掩饰自己的这一份怀疑 加兰德翁从一开始 就将问题摆在明面上 不容许任何人回避 这 短暂的沉默之后 有人抢笑起来 加兰德翁 未免太过于小看人了吧 是啊 或许呢 加兰德翁淡然地反驳 但有些事情 从一开始就挑明白 才是能够保持长久 尊重的唯一方法 不是吗 如今赫利俄斯沦落至此 哪怕我身为大宗师 也对各位并没有什么 强制性的指挥权 因此 不必要的意外 从一开始 就不要让他出现比较好 况且 这也是为了各位的安全考虑 安全 拉格纳吃笑了起来 接受软禁和看管 也是安全吗 只是考虑到 诸位之中有人来意 未必单纯而已 加兰德翁撇了他一眼 就比方说你 拉格纳先生 作为银之杯未来的继承者 你无需赫利俄斯 就已经站在了 诸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那么 你又为何而来呢 还有一兹先生 每周的贵血传承者 连炼金术师都不是 却持有着一份 属于自己的凭证 总不至于 真的是来探亲访友的吧 伊玛女士 您作为巴斯特神的主祭 法老王的儿女 就算是为了谋求更高的境界 又为何不去寻访 与埃及的无尽宝库呢 以及 怀施先生 他素冷的眼瞳 忽然看向了角落里 默默吃瓜看戏的怀施 作为地位超然的单波之主 天文会的注册五官 你从来不以炼金术文明 也从不曾追求过炼金术真髓 甚至自身就具备着 完整的铸造者传承 可如今 又是为何而来 啊这 怀施人傻了 老头儿你神经病啊 我就不可能是来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嘛 你凭什么小看我对炼金术的热情 竟然敢污蔑我的人品和人格 怀施的神情严肃起来 正准备震声反驳 然后才忽然发现 自己好像 或许 可能还真的 属于那一波目的 不纯的人 第八百三十九章 赫丽额斯的阴霾 稍加思索 冷静分析 仔细考虑 怀施忽然发现 加兰德翁说的 竟然有些道理 毕竟 他对其他的东西没啥需求 就惦记着 他们车库里的那几块 回光结晶 还没上路的时候 就已经盘算着 在赫丽额斯干他娘的一票了 怎么都算不上好人 一时间 怀施震怒的神色 竟然僵硬了一下 喘了几口气之后 就神奇地变成了羞涩又无辜的笑容 您这是哪儿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怀施向来一诺千金 言必行 行必果 是现今不可多得的表率 这么不要脸的自吹自擂 加兰德翁好像信了 没有再质疑 那么 既然是已至此 我相信各位 也不需要什么动听的虚言 老人肃然地宣告了条件 不愿意协助我的人 可以交出凭证 在立委坦之子内等待 等事后不论是投诉也好 宣告四方也罢 我都不会对自己所谓有任何辩解 可倘若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 也可以在这里 向我提出挑战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在他身后 有猙獰的虚影缓缓浮现 无数涌动的原质波动 和繁复的秘移 汇聚在那庄严素冷的轮廓之中 勾勒出圣洁的五官和眼眸 酷似加兰德翁年轻时的面目里 蕴藏着难以言说的神性和光彩 永恒的平静 嘴角似笑非笑 带着神秘的韵味 好像是一具不存在于此处的雕塑 当浮现的瞬间 就令所有人的心头沉甸甸地 充斥着压抑 那毫无疑问 是加兰德的造物 奠定大宗师之名的神迹刻印 甚至有可能 其中蕴藏着威权 怀师感受不到任何死亡预感 可是却也无法生起任何的敌意和攻击的欲望 内心一片平静 充满祥和 祥和的他有点想吐 就连负能量引擎都熄火了 只有大司命正在恢复的神性 在剧烈地震战着 抗衡着那无孔不入的冲击 维持着自身的存在 倘若是其他不具备神性的圣痕 恐怕在瞬间 就会在那雕塑的凝视之下 崩溃进化吧 休息室内所有人的神情 都在剧烈地变化 可很快 无一例外都再度冷静了下来 可谓安详 哪怕是现在忽然暴毙 尸体上也一定会带着解脱的笑容 再然后 加兰德翁才缓慢地说道 愿意协助进行调查的炼金术师 我自然无认欢迎 在这期间 任何炼金术上的疑问都可向我问许 除了会提供必要的家户之外 我可以允诺 在探索过程中所发现的一切 只要不涉及到关键物品 都归你们自身所有 就算是回收 我也将代表师傅 学会拿出等价的遗物交换 怀尸的眼角 顿时抽搐起来 这老头儿竟然开个补习班 就让人去给自己下本 直接拿赫里俄斯的钱 雇人给自己卖名 这运营套路他 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呢 可偏偏 所有人都有所异动 难以抗拒 一位大宗师的指点 以及赫里俄斯攻防之中的宝物 前者对于一个炼金术师而言 是绝对无法抵挡的蜜糖 而后者对于每一个投机者而言 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 传承神明时代的宝库 世间炼金术之源 不说其中所保存的 无数贵重材料 边境遗物 乃至世间含有的神迹刻印 更甚至威权 哪怕只是其中的炼金术师们 所遗留下来的物品 笔记 乃至作品 就是无法衡量的珍宝 就算是怀尸 也心动了一瞬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背靠象牙之塔 有天文会的背景就这点好 身份地位 到了之后 该有的绝对不会缺 至于更多的 只要他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便能够有更庞大的收获 没必要眼红这些东西 只是回光洁净的存在 让他有些放心不下 但此刻 其他人的呼吸 都瞬间粗重了起来 哪怕是空气中残留的神圣韵味 也无法抹除 这从心中源源不断萌发的贪婪 只有老祭司一马抬起眼睛 忽然问 师傅学会 这是想要彻底吞并 赫利俄斯攻防吗 加兰德翁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等待 上啊傻仔 还愣着干啥 童鸡的恶魔低语 再次从耳边响起 偏偏怀世心里的小天使 也蠢蠢欲动 点头赞同 对呀对呀 这不是怕危险吗 怀世警觉 你傻呀 在危险 有你怀里揣着的毁灭要素危险吗 童鸡斜眼看他 要说危险 我觉得 现在你比赫利俄斯要危险得多 说得似乎好像 也有些道理吼 况且你想想 这不也挺好吗 童鸡说 师傅学会都支持你去挖赫利俄斯的坟了 挖出来的东西都是你的 别人可没你这么方便的空间背包啊 你多带几个包 单波经济 可就提前腾飞了 混种的未来 就靠你去挖坟了 加油啊 越说怀世 越觉得不靠谱 神情渐渐怀疑 可同鸡白了他一眼 你想想回光结晶 想想其他上面的技术 你咋就脑子转不过弯来呢 不就是下个本吗 怕啥 不 我不怕下本 我是怕你好吗 怀世一阵气冷抖 就在他合同机对话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异动 起身签合同了 有了第一个带头 后面绝大多数人 都在加兰德翁的契约遗物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加入了工具脚男大军 拉格纳 瓦列里等等都在其中 当然 也有的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签了另一份合同之后 交出了自己的凭证 起身离去了 等轮到伊兹的时候 那个抽血家的男人 似笑非笑地看着加兰德翁手里的契约 我的话 就算了吧 我可不想搅晃您的好事 加兰德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许久 没有说话 竟然默许了他 保留自己的凭证 随意活动 一时间不少人露出愤然的神色 但又不好多说什么 老祭司一马沉默片刻之后 终究是在参与行动的契约上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只不过他的名字刚刚落下之后 就迅速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个残痕 那是血脉之中的神性护佑 来自猫神的神恩 让他免于受到契约的潜制 但依旧不能摆脱契约的影响范围 看得怀师羡慕得不行 沈安黛就是好啊 连霸王合同都没有拘束力 要知道 哪怕是如今怀师大私命的神性 也无法抵抗契约的强制力 怀师的名字在写上去的瞬间 只是亮起了一点火光 旋即就迅速熄灭了 充其量只是少了一个偏旁的程度而已 这也意味着 一旦他触犯了契约之上的禁止条款 那么就会招致反噬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迦兰德翁已经把持住了他的命脉 眼看怀师既然如此配合 迦兰德翁也错愕了一瞬 而怀师回到了角落里 笑眯眯地摸着灵魂里的命运之书 没有说话 他根本就一点都不担心 再强的反噬 压得住自己的八字 难道还压得住命运之书吗 充其量是一点小麻烦 再凶再猛 难道厉害得过自己闺须里压着的那玩意儿 只要我怀里的炸药揣得够多 就没有人能害得到我 在迷雾了这样的道理之后 怀师的心情越发的愉快 到最后 签下契约的人 竟然占了原本人数的五分之四 看起来赫里厄斯之上的收藏 和大宗师指导的价值 比怀师想象的还要夸张 出乎预料的是 药剂施拉杰尔 竟然也在探索队的成员名单之内 汗流加倍 脸色苍白 正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可察觉到怀师的视线 他的神情顿时就变得凶狠 阴沉地看过来 像是被冒犯了一样 哇 真可怕 真可怕 怀师感慨着耸肩 收回了视线 看向休息室窗外的黑暗太空 在沐昕恶魔之眼正上方 赫里厄斯无声地在风暴之上旋转 千疮百孔的残缺身体 映照着远方暗淡的太阳光 有幻觉一般的悲鸣 消失在黑暗里 在大概几个小时之后 陷阱时间下午三点钟左右 反复徘徊在赫里厄斯周围的利维坦之子 终于相隔着遥远的距离 确认了赫里厄斯的破损状况 不只是失去这些年修复完善的部分 就连原本的架构也遭到了损害 投影之后 加兰德翁抬起手杖 向首批探索对成员介绍上面的状况 历年以来 由炼金术师修建的外层居住区已经崩溃了 左右两亿的生产线也没有能够幸免 观测区和试验区的受损最为严重 循环区和物质储备区也已经没有了 如今的赫里厄斯大部分地方都无法维护正常的生态 最坏的估算 赫里厄斯工坊内部 32条原置连接的路径已经报废了17条以上 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袭击和灾难 才能造成如此的恶果 赫里厄斯工坊作为往日的太阳战车 它本身就是 曾经象征太阳威权的威权遗物 除了以功能划分的区域之外 其本质也是遵照炼金术基础所奠定 一共分为活动 创造 形成 与流出四层界域 当然根据各种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不同 也有神性 物质等等代称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维持赫里厄斯工坊运转的四大界域 已经有一个彻底报废 两个严重破损 剩下最核心的形成界 则根本无法从外部观测 三柱平衡被打破 32条血管一样原置通路 则失去了大半 可以想象内部的恶劣状况 为了确保首批探索的炼金术师人身安全 加兰德翁已经做好了准备 从行动路线再到具体的状况应对 一应俱全 可怀世更好奇的是 那么多就算在赫里厄斯内部 也算得上市顶级机密的情报 你是怎么知道的 第840章 事关良心 这事儿倒并不怎么出人预料 旁边的伊兹 好像看出了怀世的疑惑 笑眯眯地解答 加兰德翁在成为大宗师之前 也曾经在赫里厄斯上 待了70年的时光呢 干 你们一个两个的 怎么都会读心术的 我不是会读心术 是你都快要把我很好奇写在脸上吗 伊兹耸肩 愉悦地抽着雪茄 而怀世忍不住掏出手机 拍了一张自拍 从头到尾 他都只是一副冷淡平静的面孔才对 自从在爱情培训班里毕业之后 他的表情控制 就从没怎么出过差错了 信他才有鬼 但问题是 加兰德翁竟然在赫里厄斯上 待过70年 那岂不是足足一个往返周期 可现在看上去 也才50多岁的样子 怀世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轻声问 加兰德翁他高寿啊 啊 大概 210多岁 伊兹想了一下之后回答 毕竟是大宗师 助言有数 不奇怪 得 又是一个老怪物 四时听到队伍最后面两个人的谈话 最前面的加兰德翁的视线扫过 很快又再度收回 继续讲述起了探索回首的计划 第一支探索队伍 并不要求深入调查 任务也并不艰难 只是在赫里厄斯攻防的内部入口处 建立一个安全的可攻后续探索的站点 干的是拍基地车的活 由大宗师 隔空指挥 所有人听命行事 在确认所有人都了解了计划之后 加兰德翁汉首 示意弟子们 将箱子里的东西分发下去 那是足以套在宇航府手臂上的小包 里面装着一块明晃晃的水晶 戒标 简单来说 一次性回成卷轴 只需要短暂读条之后 就能够立刻回到立维坦之子的剑桥上 嗯 怀石也不知道 那地方叫啥名 但看上去像是剑桥 就这么称呼了 除此之外 每个人还有十人份的注射型银血药剂 以及十人份的原制补给 单论耗费 现在人还没出门 每个人身上 就已经挂了5000万美金以上的补给了 这还不算戒标 这种私人定制的耗费 只是怀石心中 难免再度浮现疑惑 戒标这种东西 造起来耗石不菲 最重要的一旦制造完成 就要面对半个月的短暂保质期 怀石很好奇 是怎么在短时间内 就准备好这么多人份的 大宗师的境界就这么牛逼吗 因为米哈伊尔大宗师的原因 他曾经深入地去查询过 有关大宗师的记录 全境十一人 瀑布流丝死了之后 就剩下十个 这十个人都是世间公认的 炼金术巅峰存在 但所有炼金术师 对大宗师的境界都说不明白 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境界 这只是一个称号而已 况且 每个炼金术师 所擅长的方面和门类 都截然不同 很难有一个相同的评判标准 但每以师傅学会抠门的德行 每一个大宗师的名号颁发 都是甚之又甚 如果没有真正划时代的 技术发现和成果 是绝对不会予以认可的 这就导致了 敖年线和拼熟炼读 是绝对不可能抵达那样的境界 能够成为大宗师的炼金术师 都是万中无一 亿万中甚至都无一的恐怖人物 达到这个境界 一般都不能算是常识中的人了 而在怀师所了解到的消息和情报中 加兰德翁在大宗师中 也属于最上面的那一层 210岁的高寿 不知剧脸淬积了多少灾厄和奇迹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狂风暴雨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 米哈耶尔大宗师掀桌子的时候 能造成多大的破坏 穷顶巨人 阿特拉斯一旦进入完成期 砸碎整个地狱都不是问题 况且 能够在派伐灵力 内斗严重的石斧学会中担任高层 就证明 他绝对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对他 怀师已经渐渐无法保持往日的静养 而是充满了忌惮和防备 但加兰德翁并不在乎 平静地安排好了一切之后 开始了最后的环节 为每一个参与者解答疑惑 每人一个问题 在攻防的大门之外 抽雪茄的伊兹 躺在休息区的沙发上 满不在乎地哼着歌 回头忽然问道 想好问什么了吗 没什么需要问的 怀师摇头 确实 在神秘而复杂的炼金术领域里 他可能只是刚刚取得了一丁点的成就 但这不妨碍 他身边大腿众多啊 就算同机经常不靠谱 喜欢玩消失 但远一点的 也有铁金座上的米哈耶尔大宗师 可以请义 近一点的 也有象牙之塔的炼金工坊里 无数炼金术师 可以手把手地叫 再不济 深渊里也还跟住日者 有那么一点香火情分呢 怀师不怕学不会 怕的是东西太多 学不完 暂时几年之内 还不打算将自己 在炼金术上的心力 放到金属穴之外的门类中去 因此 这个报酬对他而言 反而有些鸡肋 不过 炼金术上的 没什么想知道的 其他的地方 他倒是有一大堆问题想问 这就要看加兰德翁 愿不愿意解答他的困惑了 当拉杰尔匆匆推门出的时候 伊兹就起身 摆手进门去了 没过几分钟 就悠闲地出来 像是喝了一杯茶那样 轻松又愉快 向着怀尸招手 到你了 等怀尸推门入的时候 就看到攻防炉火前的老人 加兰德翁 怀尸汉首辅凶行礼 我想客套的话 我们之间可以省略了 加兰德翁回过头来 看着他 那一双苍老的眼瞳 和炉火相较 竟然一时间让人分不出 究竟哪个更亮一些 我很好奇你的问题 怀尸 老人说 但在那之前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 我不希望这一趟 探索出什么意外 尤其是 因为你 我看上去就这么不靠谱吗 怀尸笑了起来 单波的英雄 又怎么可能是 好相遇的角色呢 加兰德翁淡然说道 我听闻 米哈伊尔甚至将你 用作如心之火 以你为基点 再次进行事项熔炼 同为大宗师 我怎么可能小觑他的眼光 他说 对于任何大宗师而言 你都是难得的催化剂 你的命运 你的作风 你的取向 都会令一切矛盾 以最彻底的方式激发 我不得不早做防备 怀尸听完 恶然许久 忍不住耸肩 我得说 这都是巧合 命运从没有巧合 怀尸 从来没有 加兰德翁低头 凝视着手杖前端天使 面孔的金属雕像 忽然说 让我听听你的问题吧 此事仅存的铸造者 又会有什么问题 求教于我呢 实际上 我并没有练金属的疑惑 请求您的解答 怀尸抬起手 揉了揉眉心 我不太喜欢这种 将我当作 毅然物品的态度和决策 虽然看起来很有道理 可实际上 我从来没想要去成为什么人的绊脚石 他告诉面前的老人 通常都是那些人自找麻烦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 加兰德大宗师 我的目的很简单 怀尸抬起眼睛 直白地问 赫利俄斯的回光 结晶在哪里 怀尸并不在乎加兰德翁 是不是要吞并赫利俄斯 他究竟要做什么 也不想 牵涉进步属于自己的麻烦中 因此 懒得和加兰德翁 在打什么哑泥 他来的目的就这么简单 反正回光结晶 又不是只有你们这么一个地方有 大不了赫利俄斯炸了 他去其他地方找 再不计 他干脆去耗天文会的羊毛 况且 去伦敦不行 他还可以去东夏 他只是不想在往日 埋怨结晶的人情还完之前 再欠心的人情而已 条条大路通罗马 不通罗马通燕金 不通燕金 还有开罗 约克骏 圣彼得宝纳 干嘛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难道没有你家屠夫 难道我还能吃带毛的肉了不长 沉默 漫长的沉默 老人微微挑起眉毛 向着怀尸看过来 那样的眼神似是惊奇 又像是自嘲和无奈 意味深长 唯独没有迷茫和不解 就好像遇见了什么一样 他当然知道 赫利俄斯的回光结晶 保存在什么地方 甚至了如指掌 正是如此 才感受到分外的讽刺和感慨 原来如此 看来罗素所选定的继承人 就是你吗 他了然的汗手 向着炉火抬起手掌 弹指 于是 火光跳远 瑰丽的闪光 从其中浮现 交织 蜕变 很快 自变化的火光之中 蜕去了温度 完成了最后的工序 转瞬间的无数变化 哪怕是怀尸的炼金之火 都难以比拟 最终 一把钥匙出现在了怀尸的面前 你在舍尽求远 加兰德翁说 倘若你在月球时提出 这样的要求 我甚至可以动用 石府学会的库存 换取你打到回府 当然 如果你愿意在这里 带到探索活动结束 回到陷阱 我也可以兑现承诺 但我猜 你更喜欢自己动手拿 这是什么 怀尸接过钥匙 察觉到其中繁复的炼金矩阵 无数细微的原质流淌在其中 勾勒出了复杂到 令人目眩神秘的结构 但那结构没有任何的用处 只是复杂而已 也难以让人复制 只是作为什么东西的验证而存在 这是我在赫利俄斯的全线凭证 加兰德翁说 虽然离开这么久 但规矩恐怕没那么快容易变 据我所知 回光结晶这样的宝物 应该被放在核心区的保存库 赫菲斯托斯之间 随着他的动作 空气中浮现出一张复杂的地图 指向赫利俄斯的最深处 破碎迷宫最核心的所在 不过 现在赫利俄斯核心已经失控 所有警戒措施和防御矩阵都会被激活 想要进去可不太容易 他说 作为曾经领受赫利俄斯恩惠的人 我不能再帮你更多 你想要得到什么 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多谢 麻烦点也不碍事 怀师掂量了一下钥匙 丢进了口袋里 只是在转身离去之前 怀师却忍不住回头 问了一句 不过我觉得 作为领受过赫利俄斯恩惠的人 恐怕更不应该怂恿别人去趁火打劫吧 加兰德翁没有回答 面色如常 只是挥了挥手 示意他该走了 就这样 几个小时后 陷阱时间下午6点10分 首批探索队员站在出口的前方 反复确认和检查着所有装备 戴上了头盔 整装待发 前往木星轨道之上的破碎战车 只有怀师还蹲在地上 端向着眼前有意的小狗 挠头 戴上这玩意儿 真的没问题吗 这玩意儿